天塌了 丰田荣放优惠52,000了宝贝们 这时候真能干了 上个月的时候兄弟威兰达能给你干到5万出头优惠 这个月荣放也给你做到了 15万以内低配落地 但是宝贝们 这玩意质感配置那简直就是盖中盖 你如果说对于质感 内饰用料有点要求 可以考虑一下韩系车 你比如说起压时不透气 你比如说现代的图上 这两玩意空间够用 整体内饰质感都不错家人们 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考虑自主品牌 比如说星月L 比如说瑞虎9 等他们降价 现在核资燃油车的价格已经降爆炸了 该抄底就抄底 不要等到价格涨了你再干它 那不成了大冤种了吗宝贝 原来我可没给你推荐过CVT的这个导灶荣放啊 或者微蓝达 但是如果你对于动力没有要求 对于机械数字没有要求 虽然它是CVT 最起码它这个CVT有起步此轮比本田强 如果说我欠了丰田的饭 我货口本一个跑不了 但是宝贝们 这么便宜的车 你想想两年前买的车主 你们这多钱买的评论区告诉我 你不得赔得蹦起来吗 现在的油车太便宜了家人们 反倒你现在看看那些个 导灶过时半成品的插混 或者是增程 你十多汪钱你买他们的时候 你不考虑 它没给你配激光雷达 有点上凉心嘛 下半年可能新能源车价格在得打爆炸打冒烟了 宝贝们燃油车能抄底 新能源沉淀沉淀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不劳而获 买车前参考一下 懂车地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 我们下期再见